花蓮的盛能工特别举办了中原普渡活动 管委会也特别把普渡物资集结 捐赠给花蓮市和吉安乡 市长魏嘉贤以及吉安乡长游淑珍 都亲自的前往治政的感谢状 并且表示会妥善的运用这些物资 让乡里内的有困难家庭受到帮助 花蓮盛能工日前举办中原普渡法会 管委会特别把普渡物资集结 捐赠给花蓮市和吉安乡 今天是我们今年7月6号的巧胜仙师 巧胜仙师三仙师庙的普渡大典 所存下来的专程募集的物资 要捐赠给 第一个花蓮市公所60份 第二个吉安乡公所60份 第三个我们的县议员24份 第四个我们的洪建华代表30份 以上是我们本宫这一次普渡大典所积存的这些物资 希望来善用这个物资 达到来这个做捐赠的动作 帮助所需要的人 来能够发挥我们圣能工的一个爱心 花蓮市长 维嘉玺和吉安乡党游淑珍都亲自前往致政感谢状 并表示会妥善运用这些物资 让乡里内有困难的家庭可以受到帮助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圣能工捐赠一批物资给我们花蓮市公所 那我们会把这些物资转存在食物银行内 那在此要谢谢我们邱坤城主任委员跟所有的理监事 还有信众大德 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前一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关系 在食物银行部分有物资有缺乏的一些问题 那还好很多的公庙在这段期间里面补进来 让我们的物资可以源源不绝的有更多可以帮助 我们所有需要协助的伙伴们 那我们再次的还是要呼吁我们有需要协助的伙伴们 或身边有需要协助的朋友们 那一定要跟花蓮市公所来联系 那在食物银行的部分 非花蓮市户籍的也都可以来请领相关的生活物资 谢谢盛能工邱主委以及各位委员 还有善信大德的爱心 将我们白米物资尽送到我们的吉安乡来寄住 贫护跟我们的弱势救助家户 以为我们带来暖暖的关怀之意 巧遭先师慈悲 我们相信我们会善用这样的一个平台 透过代表 透过议员 透过吉安乡公所社会课的救助 我们会善尽职责来做好每一份关怀的工作 谢谢我们所有的公庙来寄住吉安乡关怀的力量 感谢有你们 盛能工表示今年10月份还有21周年公庆 以及全国巧胜先师文化祭活动 这是百年难得的盛事 届时也欢迎广大信众共襄盛举 借旅会简想报道